注意看 一个黑影正在门外 鬼鬼祟祟地按着密码锁 而且像对暗号一样 连按了三次 难道这年头连猫都能当小偷了 但听到密码锁传来的报警后 屋子里面的女主人 是满脸无奈 她说这种情况 每天要发生十几次 话音刚落 嘀嘀声就再次响起 被声音敏感的小白狗 直接冲了出去 朝着门外不停吼叫 似乎在说屋里有人 快点滚蛋 可密码声非但没停 还传来了嘎哒嘎哒 按动把手的声音 女主人没办法 只能起伸开了门 而罪魁祸首正蹲在台阶上 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们 望着女主人的脸 黑猫先是懵了一下 似乎在犹豫到底进还是不进 但是当屋里 传来小狗愤怒的咆哮时 黑猫像是为了故意气他一样 飞速挤了进来 不过还没待上几分钟 就被女主人礼貌地请了出去 可是黑猫并没有轻易放弃 她又在门口重新输了几遍 发现没人理会自己后 就熟练地刷开门禁 去到外面 爬上了车库旁边的窗户 而这扇窗正对女主人家的客厅 这只黑猫强买强卖式的骚扰 让女主人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起初她真的以为自己被小偷盯上了 直到发现密码所的附魔 被猫指甲挠得七零八落 才知道自家不是遭了贼 而是遭了孽 她也搞不懂这只猫咪 为什么如此执着 非要进自己家门 而且看密码的熟练程度 明显是个惯犯了 突然密码所再次传来声响 紧接着大门开了 不过这回不是黑猫 而是男主人下班到家了 看见老公回来 女主人准备带着小狗出去溜溜 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落在了黑猫眼里 她就蹲在楼梯上方 探出半截脑袋 监视着女主人一家 看到她牵着狗出门 就又一次偷偷下来 暗响了密码所 还是熟悉的一键三连 不过这回街头人对上了 黑猫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 躺在地上 让男主人给自己梳毛 一边整理好了 就翻到另外一面 看着温顺享受的姿态 哥俩肯定不是一般关系 整理完一容一表 男主人又把黑猫带到卧室 举着根绳子来回逗她 玩累了 就一人一猫靠在一起 躺在床上休息片刻 突然门锁又响了 男主人赶紧起身 想把黑猫抱走 哪只跟遛狗回来的女主人 打了个照面 看到自家老公和野猫亲密的样子 女主人可算知道 这密码锁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黑猫突然被人打扰了休息 看起来非常不爽 被准小白狗就是一套军体拳 然后在一阵疯狂的咆哮声中 被男主人送出了门 因为秘密约会暴露 男主人再也不敢把黑猫带进家了 只能在楼梯间里 给她做了个小窝 下面铺了几层褥子 上方扣了个简易纸箱 这样凑合凑合勉强能算个家 男主人说 自己跟这只黑猫 是三个月前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 猫咪就贴着她黏糊的步行 之后更是悄悄跟踪她回了家 她很想收养这只黑猫 无奈家里已经有了只狗 老婆还不是很喜欢猫 所以只能偷拿一些狗子的零食 给猫咪解解嘴馋 但让男主人没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女主人 居然端着一碗猫粮来到楼梯间 跟小猫咪道了歉 她说自己不是讨厌猫 只是担心 她会跟家里的狗狗打架 如果黑猫愿意放下身段 跟狗子和平相处 那么自己也愿意成为她的家人 说完女主人回到家 跟老公商量了一整晚 最终还是决定收养这只小猫 他们先是准备了一个猫爬架 想着做好了充足准备 再把小猫接到家里 可是就在安装过程中 黑猫自己从窗户跳了进来 接着毫不见外地打了个哈欠 提醒两位主人到饭点了 而男主人作为中毒猫奴 立马屁颠屁颠地到了碗粮 黑猫也非常给面子地吃了个精光 算是入住新家的开火饭了 吃饱喝足后 她跳上架子 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 这一下可把小白狗给气坏了 她躲在主人怀里委屈的不行 仿俗再说 收养这只眉球 为什么没有人征求我的同意 而女主人为了避免一猫一狗 再次打架 也请来了动物行为训练专家 专家说狗狗的这种表现就是吃醋了 不过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她没有攻击黑猫的迹象 只是单纯的发泄不满 希望得到更多注意 所以主人需要做的 就是保证公平 当她左手抱着黑猫的时候 就要腾出右手抚摸狗子 这样狗狗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宠了 也不会对猫咪抱有强烈敌意 当然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专家又让男主人拿来猫咪的垫子 用食物引诱小白狗趴到上面 让她熟悉猫咪的气味 这样训练几天后 梁小枝已经能够在家里和平相处 再也不会吵架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说 这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一只猫 不仅会自己刷门径 还会用爪子按门锁 虽然对于屋主来说 这种行为其实挺可怕的 但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不过是想找个包吃 包住包按摩的蝉屎官罢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